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手绢上的花田,安防侄子 一,湖中的小人们 一个寒冷的十一月的黄昏 邮递员用力敲着一幢大建筑物的门 信,信 那家连信箱都没有 既没有门牌,也几乎没有窗户 只有锈住了的沉重的铁门 白墙壁已熏黑 房子里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这种地方会有人吗 想着,邮递员继续敲门 为什么 因为那信上写着 东街3311菊屋酒店首 而且,那建筑物分毫不差是菊屋的酒库 邮递员听说过 二十年前,这一带有一家酒店 它的名字就叫菊屋 他还听说过战争时 这儿只剩下一个酒库 别的都被烧光了 家属和店员纷纷四散 酒店倒闭了 但是现在 信却寄到仅存的酒库 从那以后 世间完全变了样 镇的样子 街道的名字也变了 但是 那信封上确实写着现在的街名 门牌号 毫无疑问 就是这酒库 邮递员再一次大声喊 菊屋先生 然后 他把耳朵贴到铁门上 里边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 接着 传来钥匙开锁的咔嚓咔嚓声 邮递员不由地往后退 说 哪个 信 门支的一声打开了 邮递员眼前 静静地站着一位 身穿深蓝色 碎白道花纹布衣服的老奶奶 她年纪将近七十了吧 不 腰弯得厉害 看上去像有八十 甚至九十 她用力睁着小小的眼睛说 我呀 是菊屋的闲居人 邮递员吃了一惊 说 真的吗 我听说菊屋的人早都走散了 这镇上一个人也没有了 老奶奶咪咪一笑 那还剩着一个人呢 她说 我在这酒库一直等着儿子的消息 都等了二十年了 啊 现在好容易才判来信 老奶奶接过信 像祈祷似的放进怀里 然后说 您稍微休息一下吧 作为送来好消息的谢礼 我请您喝珍藏的酒 邮递员觉得有点害怕 又觉得有点有趣 酒库深处 朦胧地亮着一盏小小的灯 飘来酒和潮媒交混的奇异气味 邮递员犹豫了一下 不过 他这时想起 挂在自行车上的皮包已空了 今天的邮递任务已经完成 可以轻松一下了 再加上老奶奶一个劲儿的让 她就说 那么 只待一会儿 说吧 走进酒库里去 库里好像洞穴一样 这是个长期不尽光和风的 无人问津的古老酒库 能住在这种地方的人 莫非是妖怪或幽灵 邮递员战战兢兢地 去注视老奶奶的脸 但老奶奶脸上一点也没有可怕的地方 她稀少的白发 笼在脑后 打了一个小小的忌 她眯眯着眼睛笑着 在古老的大商店里 常会有这样的老奶奶 哎 请坐吧 老奶奶说 邮递员留神一看 眼前有一把胶椅 户中出乎意料地成了临时客厅 古旧的圆桌子 四把天鹅绒椅子 熏黑了的煤油灯 铁炉子 这些用具 好像沐浴着魔法的光 朦胧地浮现在眼前 邮递员坐在椅子上 向炉子伸出双手烤火 现在 我请您喝暖和身体的酒 老奶奶说完 一直往里走 轻轻登上屋子尽头的酒桶 从高高的胳板上拿下一个壶 那是只有二十厘米高的桃壶 老奶奶珍重地抚摸着壶 走回来 小心地把壶放在圆桌上 这是我家珍藏的酒 叫做菊酒 哦 由递员直眨眼睛 菊酒 也就是说是用菊花做的酒吗 对 老奶奶点点头 是那样的 用葡萄做的是葡萄酒 用梅子做的是梅酒 跟这个一样 不过 这可不是一般的酒 这酒呀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稀奇东西呀 哦 它的气味特别吗 游递员用一只手拿起壶 想嗅嗅气味 壶意想不到的情 这 这里头不是空的吗 游递员扫兴地叫道 老奶奶捂住嘴 像个淘气的孩子似的 咯咯笑着说 所以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酒 您不会骗我吧 游递员不高兴了 他认为老奶奶是在耍弄他 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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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奶奶把手放在游递员肩上 您可不要吃惊哦 他在他耳边笑声嘀咕 现在 马上要开始一件有趣的事了 说吧 老奶奶从怀里取出一块白布 摊开在湖的旁边 那是一块镶着花边的手绢 脚上有一个小小的蓝色新型的刺绣 准备好后 老奶奶对壶这样唱了起来 造举酒的小人 出来吧 出来吧 造举酒的小人 于是 从壶口缩缩放下一个细细的绳梯 直打到手绢的边上 接着 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人从湖里慢慢出来了 游递员屏住气息 小人 他声音沙哑地嘟弄着 瞪圆眼睛 盯着那小人从梯子上爬下来 那是个胖胖的男小人 系着很大的围裙 穿着黑色长靴 仔细看去 那长靴背面 连锯齿形的胶皮都有 手带白色棉布手套 头戴有些散开了的麦结帽子 一切都和真人一模一样 这就是造举酒的小人 老奶奶小声说 小人蹦地跳到手绢上 仰面朝上 双手围住嘴 做出叫喊什么的姿势 这一次 从湖里出来个女小人 接着 又出来三个孩子小人 小人一家 都一律是围裙和卖街帽子 还有黑色长靴 邮递员完全看呆了 下到手绢上的五个小人 从围裙兜里 取出极小的绿苗 开始种植 大概是要在这手绢上 培育什么奇异的植物 像在编戏法 小人们陆续不断地 从兜里取出苗来 眼看着手绢上 成了一片绿色的旱田 这些都是菊花苗啊 老奶奶低声说 真奇妙呢 邮递员叹了口气 手绢上居然能做出菊花田 还没喝酒 邮递员就兴奋了 她突然变得快乐地受不了 像孩子时期 把玩具摆在桌子上时 那种心情 像在沙坑里 做成小小的线路和隧道 在那里跑电车时的心情 啊 自从别了那小小的世界以后 过了有多少年呢 邮递员的每天 所有的日子 都是骑了红色自行车 在阵中跑 只偶尔在星期天 躺着看看天空而已 相当长的时间 没有想过关于小人的故事啦 可是 果真 果真有真的小人 我可从没料到有真的小人啊 邮递员的心里有点激动 不久 居苗长大了一些 能看到上面星星点点 坠着樱树种子那么大的花蕾 那花蕾要开花的 老奶奶低声说 眼瞧着 花蕾开花了 那边一朵 这边一朵 恰如在高高的天空 俯视着夜阵陆续亮起了灯火 白橘 黄橘 紫橘 很快 首圈上面成了五颜六色的橘花天 这时 五个小人一起脱下帽子 摘起花朵来 摘下的花 全存放在帽子里 帽子满了以后 他们嗖嗖地爬上梯子 把花倒进湖里 这是相当费力的工作 但小人们却快活地劳动着 哦 他们是勤快的劳动者呀 邮递员十分佩服 是啊 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小人 是酒的精灵吗 老奶奶得意地说 酒的精灵 对 比方说 酸奶酪里有酸奶酪的精灵 面包里有面包的精灵 还有 即使在米康酱里 也有小人在劳动 跟这一样 这些人是举酒的精灵啊 他们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干活 过着快乐的生活 可是 如果这些人想穿漂亮的衣服 或者想过游玩的日子 他们就不是酒的精灵了 就会失去造酒的力量 变成一般的小人 原来是这样 这些事我以前一点也不知道 邮递员叹了口气 一会儿 手绢上的菊花全被摘完 五个小人捧着帽子 正要按次序回到湖中 回到那装碗菊花瓣的湖中 由地缘想 往后会怎样呢 老奶奶把嘴贴近手绢 像要吹吸蜡烛般的呼出一口气 于是 小小的菊花田 消失得无影无踪 桌子上只有古旧的胡和白手绢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手绢上 什么也没留下 只有角落的蓝色新型的刺绣 像个小点儿似的浮现着 老奶奶把手绢整齐的叠好 揣进怀里 然后 她准备了两个酒杯 接着 她指着壶 说着和刚才同样的话 哎 这是我家珍藏的酒 是菊酒啊 老奶奶静静地拿起壶 往两个酒杯里 咕嘟咕嘟地针上了酒 确实 确实 那试酒 是香喷喷的黏糊糊的饮料 游地员香被施了魔法 完全傻了 老奶奶慢慢地喝干了满杯的酒 然后闭上眼睛说 这可是好酒啊 喝上一杯心就清爽了 哎哎 你也别客气 喝喝看 游地员被让不过 提心吊胆地喝了酒 喝完一杯 闭上眼睛 一片菊花田浮现了出来 花上边照着和暖的秋天的阳光 忽然 游地员觉得 自己现在就坐在菊花田正当中 五颜六色的花上 风儿刷地吹过 不错 我头一次喝这样好的酒 游地员非常赞赏 连着喝了五杯 但是 不论怎样喝 消失在壶中的小人 再也没有出来 小人上哪儿去了 他们有时看得见 有时看不见 至少 这湖里装着酒的时候 人的眼睛绝对看不见他们 无空了 实在叫他们 他们又会出来造新酒 不过 他们一天只劳动一回 老奶奶快乐地笑了 接着 她像想起了从前 怀恋地说 菊屋的人们 每逢有了庆祝时 就要喝着酒 正月 婚礼 节日 还有 啊 对对 儿子在这里时 也是这样 老奶奶灰色的眼睛 注视着远方 为了重建烧掉的菊屋 儿子才出门的 从前 这一带一直是菊屋的土地 这样的酒库排列着十几个 没想到 战争结束 留神一看 就剩下了这一个酒库 其他都归别人所有了 于是 儿子出外去挣钱 走时 她对我说 妈妈 希望您在这儿等我回来 我一定要回来重建菊屋 我呀 相信儿子的话 就在这儿等着 真的 啊 今天是多么好的日子啊 那孩子终于来信了 老奶奶碰的一敲胸脯 取出刚才的信 哎呀 哎呀 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呢 她用手指撕开信封 从里面取出 叠成四层的信纸 那儿用大字写着五六行什么 老奶奶迅速的看完后 啊的发出奇妙的声音 然后站起身 这可不得了 怎么了 游地员吃惊地站了起来 老奶奶没压得嘴 呼呼地喘着气 说道 希望我马上去 她赚了好多钱 财产一大堆 希望我去帮她料理 那孩子总是这样 老奶奶完全沉不住气了 急匆匆地围着桌子打转转 嘟囔着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必须马上去 现在马上去 究竟去哪里 特别远的地方呢 老奶奶考虑了一会儿 猛一抬头 目不转睛地看着游地员 这样说 我说你呀 当我不在家的期间 能不能代为保管这个户 啊 事情过于突然 游地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老奶奶忽然小声嘀咕说 我呀 也许一个月就回来 也许不凑巧 要一两年不在家 不在家期间 放在这里 要被偷走了可了不得 所以 能不能把这壶放在你家里 哦 这个 要是光放游地员支吾着 老奶奶不容她多考虑 马上接着说 作为报酬 您喝多少啤酒都没关系 刚才那样 叫出小人 让他们做新酒 你可以爱喝多少就喝多少 真的吗 啊 真的呀 我一眼就对你中意了 所以 我才放心地求你 这是幸运的酒啊 喝了它 肯定有好运 不过呢 老奶奶突然用极其严厉的目光 注视着游地员的脸 补充道 有两件事 你要牢牢记住 游地员点点头 等待老奶奶的话 第一 造酒的情况 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也就是说 小人的事必须保密 不错 那很简单 即使对自己太太 也不能让看 我还没娶媳妇呢 游地员笑了 她觉得这样的事 简直太容易做到了 老奶奶继续说 第二 你绝不许考虑用菊酒赚钱 赚钱 就是不许卖菊酒吧 游地员是个正直的人 游地员是个正直的人 当然不会有那样的想法 对 约定就这一些 打破他会出大事 没准会给你带来不幸 说吧 老奶奶把胡交给游地员 游地员战战兢兢的接了过去 然后向老奶奶倒了谢 走出酒库 当酒库的门 在后面喷得关上的时候 外边仍然是黄昏 大楼的那边 红红的夕阳 熊熊的燃着 室内电车 载着满人的乘客跑着 游地员把胡放进空皮包里 跨上自行车 装作入无其事的样子 向绿信号灯的方向骑去 二 新娘来了 游地员独自一人 住在邮政局后面的小公寓里 她的名字叫梁夫 她从远远的乡村出来 刚刚半年 还没有女朋友 再加上由于不熟悉工作 很容易疲劳 就在这种时候 她保管了那起义的胡 游地员梁夫 对自己能有了不起的秘密 觉得高兴 她尤其感谢 能白喝那上等的菊酒 她把胡收放在自己房间的壁橱里 到了晚上 她把窗帘全放下来 把壶轻轻搁在小桌子上 然后 从自己的手卷中 选出最小的一块 摊开在壶旁 准备好后 她低声唱 出来吧 出来吧 造菊酒的小人 于是 从壶口 嗖嗖地落下梯子 五个继围裙的小人就出来了 一切都跟老奶奶做的时候一样 小人一家 从围裙兜里 拿出许多绿苗来种 开了花 摘下来 放进帽子 倒在壶里 繁复好几次 等小小菊花田的花都没有了 才又回到壶中 以后 梁夫学着老奶奶的做法 呼地吹掉手卷上的甜 然后摇摇壶 那里头已经发出了哗啦哗啦的酒声 一壶酒 恰好能喝一个星期 于是梁夫决定 每周星期六晚上 叫出小人来造新酒 五个小人是忠实的 只要梁夫一叫 他们必定会出来 在手卷上一个劲儿的劳动 但是 小人像是造酒的机器 怎么跟他们说话 也不回答 小人懂的话 似乎只有 出来吧出来吧 那唯一的叫唤 尽管如此 菊酒的确是幸运的酒 忧郁的时候喝了它 心情就变得开朗 疲劳的时候喝了它 疲倦就一下子被赶跑了 梁夫很快长胖了 脸色也好了起来 这期间 梁夫总想让朋友们 也能喝这种酒 老奶奶并没有说 不许给别人喝 只是说造酒时 任何人都不让看见 一天 梁夫叫了两个邮政局的伙伴 他说 从乡下寄来吸齐的酒了 伙伴们欢喜的来了 梁夫拿出前一天 晚上造的酒招待伙伴 菊酒 哦 真稀罕 其中一个伙伴 目不转睛地瞧着呼 嗯 是我妈妈做好祭来的 我家有很大的菊花田呢 梁夫用若无其事的口气说 这样 梁夫请了好几次伙伴 由于菊酒 他的亲朋好友多了不少 他想 这果然是幸运的酒啊 这期间 来了更大的幸运 那是新娘 随着初春温柔的风 于美人花一般的姑娘 出现在邮政局的前面 她是南街花店的姑娘 以前 梁夫曾几次遇见过她 松信时 那个在花店前接信的 长着粉丝的女孩子 就是她 可是 春天这种季节 给人施了多少奇妙的魔法啊 这丝毫不引人注目的姑娘 有一天 看起来可爱的惊人 通声放着光辉 是阳光的缘故吗 是春风的缘故吗 还是店中满是花的缘故 那天 梁夫在花店前喊 信 在镶着玻璃的店中 穿白色毛衣的女孩子 回过头来 而且 在于美人花的那边 咪咪一笑 然后 她打开玻璃门 接过信 用清脆的声音说 您辛苦了 一句话 一件小小的事 但整整一天 女孩子的脸 和于美人的红花 在游递员眼前 闪闪呼呼 使她按不下心来 第二次 游递员记住了女孩的名字 她大声念明信片 惠美子先生 信 仍然是那姑娘 打开玻璃门 咦 给我的 谢谢 她笑了 雪白的牙齿一闪 从那以后过了几天 游递员给惠美子 送去了没有邮票 也没有印章的信 第二天中午休息 两人在附近的西餐馆 一起吃了饭 这样 梁夫和惠美子 越来越亲密 在一个晴朗的 四月的星期日 他们举行了婚礼 惠美子搬到梁夫 狭窄的公寓里 她是做饭 洗衣服 买东西 都拿手的好新娘 并且 特别拿手的是 打扫房间 搬来的第二天 惠美子整理了 那狭窄房间的 各个角落 当然 壁厨也不例外 傍晚 梁夫工作回来 惠美子急忙打听 哈 这把胡是做什么用的 惠美子抱着 举酒壶 站在壁厨前 这么旧的东西 不能当花瓶 放在厨房里 也碍事 那扔了怎么样 她说 听到这话 梁夫慌了 不 不能扔 这是替人保管的 重要东西 呀 到底是谁 让你保管 这样的东西 那是 那 梁夫闭上了嘴 如果讲了 酒库老奶奶的事 往后 就必然要讲 接触小人的事 老奶奶说过 小人的事 即使是太太 也得保密 梁夫迅速拿过壶 没什么 这是一个朋友 让保管的 可是老爷不来取 不过 既然替人家保管 就不应该 扔掉或丢失吧 那倒是 太太点点头 梁夫松了一口气 把壶收进壁处理 但他还是不放心 又把他取出来 放在鸽板上 想想还是不放心 又放进了柜子里 惠美子一直瞧着梁夫的举动 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此后 梁夫绝不再说壶的事 惠美子稍一提 他就一声不吭 露出不高兴的脸色 这样 好几天 好几个星期 壶都被收在柜子里 这件事 梁夫搁在心里特别难受 他感到焦躁 来了新娘 梁夫不能造举酒了 回到家里 再也没有一个人待着的机会了 梁夫每天都那么想 所以他希望 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 太太能出门一会儿就好了 三 一只小小的长靴 一个星期日 梁夫试探着对太太说 今天你到花店去 看看母亲怎么样 惠美子笑了 哎呀呀 昨天刚去过的呀 新开的墙飞有好多呢 哦 墙飞吗 真好 你去要一树来好吗 那明天我去要吧 不 今天就要 我现在马上就想要 呀 干嘛那样急 因为今天不是星期日吗 桌子上摆树花有多好啊 对 喝点长时间没喝的酒怎么样 听到这话 惠美子咪咪一笑 好极了 那么我马上去买酒吧 不 酒由我来准备 我有珍藏的 所以你赶快去要花吧 于是惠美子欢欢喜喜的到花店去了 哎 工作了 工作了 梁夫急忙取出表 放在桌子上 然后在旁边摊开手绢 轻轻叫 出来吧 出来吧 造举酒的小人 和平时完全一样 五个小人在手绢上 开始造出了菊花田 跟从前一样的摘下花 晕进壶中 快点快点 梁夫用双手慌慌张张敲桌子 到花店去 只要走五分钟 惠美子到花店慢慢聊天才好呢 可如果他兴冲冲的马上回来了呢 快点快点 让别人看见可不得了 但梁夫的声音 似乎根本没有进小人的耳朵 他们攀上梯子的步伐 一点也不快 哎 赶快赶快 还差一点 这时 门那儿 传来惠美子的声音 我回来了 梁夫打了个冷战 快吧 我是鸡鸡忙忙去的 瞧 这么漂亮的墙威 惠美子嚷嚷着 小人们终于干完活 四个人消失在湖中 最后一个人正在攀登梯子 这时 梁夫用指头抓住 剩下的一个小人 按到了湖里 干这种粗暴事 还是第一次 她的心扑通扑通跳着 然后 她敏捷地朝手绢 呼地吹口气 这才回过头 翻着白眼说 呀 回来了 惠美子抱着大花树 站在那边 哦 多好的蔷薇呀 真棒啊 梁夫装作十分吃惊的样子 实际上 她浑身已是汗淋淋的了 当天晚间 铺着白布的桌上 摆着蔷薇花和许多好吃的食物 还有那古旧的壶 喝过未美的菊酒 惠美子想 今天究竟是什么信念日呢 不过是一般的星期日呀 她感到有点奇怪 星期一早晨清早房间的时候 惠美子发现桌子底下 有一块团的皱皱巴巴的白手绢 她一下子拾起来 展开看看 只见手绢里扑地掉下一个小小的黑东西 那竟是一只小小的长靴 仅有指甲尖那么大 但是有细细的筋拉链 背面还有鞠齿形的胶皮 惠美子把靴子放在手掌上 目不转睛地看着 忽然 惠美子感到自己 仿佛被拉进另外一个小小的世界 她悬晕了 她坐在桌前 长时间注视着这靴子 这确是小人的东西 她一惊 抬起脸 惠美子有点相信 这世上真有小人 以前 当她还是花店的小女孩时 曾经见过一回小人 那确实是面包里的小人 小人正在发酵的面包里忙碌着 妈妈在小蹲板上揉面粉 惠美子确实看见 在她的手指间有个白东西一闪动 开始 她以为那是妈妈手指的影子 但妈妈去拿奶油 离开面包时 那东西还在 小人穿着白衣服 戴着白帽子 仔细看去 顿板上这样的小人有五六个 转动得使人眼花缭乱 每人的手里都拿着麦吉尔一样的习棍 他们不时地把它叼在嘴里 往面粉里装空气 妈 惠美子发出大声喊 妈妈 快来 快 快 听见喊声 妈妈跑过来 怎么了 惠美子 妈妈看着惠美子的脸 惠美子的心扑通扑通跳 小人 说到这里 她眼睛凑近面粉去看 哪还有小人的身影 没有了 妈妈笑了 读童话读得太多了吧 可是 看见烤的面包 裹得非常好 这不由得使惠美子相信 那是小人劳动的结果 一定有做面包的小人 没准 他们在什么地方聚集了很多 组成了小人国 惠美子想 现在 惠美子清清楚楚地想起 十多年以前的这件事 她把搁着小小长靴的手合起 伸开 清晰地赶到 她的周围就有小人 但是 那小人的靴子 为什么会只有一只 混进这房间里 同时 这房间里 还有一个怎么也闹不清的东西 那奇怪的古旧的壶 以前壶里是空的 昨天却装了酒 那酒叫菊酒 好喝得惊人 小人的长靴和旧壶 那天 惠美子呆呆地坐着想了一天 从那以后过了一星期 菊酒红又空了 照样是星期日早晨 梁副对太太说 能不能去买点东西 卖什么 烟 听了这话 惠美子一惊 无助胸 接着 她脱上不成队的女良鞋 跳出公寓 买了烟 又风一般地回来了 她抑制住心地咚咚跳 轻轻打开门 捏手捏脚地走进房间里 这时 梁夫背着身坐在小桌子前 惠美子轻手轻脚地靠近 从后面往桌子上偷偷一看 啊 那里的确有五个小人 同样的帽子 同样的围裙 穿着同样的长靴 在手绢上动来动去 不过 其中有一个孩子小人 赤着一只脚 惠美子紧握住衣兜里的小小长靴 不禁大声喊道 了不起 梁夫吓一跳 回过头 不行 她猛然用身体藏住桌子 而且拼命喊 不许看 不许看 不行不行啊 面对她的脊背 惠美子高兴地说 我已经看见了 然后 她坐在丈夫旁边 静静地嘀咕着 多了不起的事啊 居然真的有小人 但梁夫的脸却是苍白的 她睁大眼睛 端端续续地说 到底 让你看见了 到底 到底 梁夫低着头 开始小声地讲开了 在居屋的酒库 遇见奇异的老奶奶 还有带保管狐室 和老奶奶约定好的事 约定有两件 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小人 还有 不能用举酒赚钱 破了约 我会有坏运降临 说完 梁夫想 她真不该保管这把狐 她觉得心口突然跳得厉害 像要生病 还是突然会变穷了呢 还是 还是 啊 今后会有什么样的灾难呢 她胸中堆满了沮丧的念头 她抱住头 真不该保管这把狐 两人住在一个家庭里 怎么能保证不让太太知道呢 没关系 我以前也看见过小人 这不是第一回了 真的 我还是孩子实践的小人 也是这么大 那是面包里的小人 灰妹子怀念地瞧着手卷上面 你见过另外的小人吗 梁夫想起以前老奶奶讲的话 对 妈妈揉面的时候 我见过他们一眼 我从前就知道世上有小人 所以 现在又看见了这些小人 一点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事 只要不让其他人知道就行了 是这样吗 对着梁夫仍然苍白的脸 灰妹子轻快地笑了 嗯 我们对谁也不说 那就行了 与其想会不会碰坏运 还不如想怎样跟这些小人友好吧 灰妹子从西市围裙的兜里 取出那小小的长靴 这 就是这个小人的吧 梁夫一惊 她这才知道 上次自己慌忙抓小人时 一只长靴掉在手绢上了 灰妹子把长靴轻轻地放在菊花田的角落 低声对孩子小人说 还给你靴子 但小人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甚至连上面都不看 五个人都在一个劲地往各自的卖街帽子里收集菊花 若无其事的 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吗 灰妹子歪起脖子 小人们摘光菊花 捧着帽子 静静地回到湖中 最后的孩子小人 专心穿上灰妹子放在一边的长靴 也慢慢地爬上梯子 梁夫嘟囔道 对了 小人的话准跟人类的话不同 这些人能听懂的 只有出来吧出来吧 这一种叫法 这叫法在他们听来是怎样的呢 大概像远处的风声 嗡的 也许像打雷一样吧 这样说着说着 两人渐渐快活起来了 四 玻璃珠 自从太太知道了小人的秘密后 又过了几个月 有地缘的家庭生活一点变化也没发生 相反 两人仗着小人生活得比以前更快乐了 造举酒的工作 现在全由惠美子做 梁夫到邮局去 只剩下一个人的白天 惠美子把壶放在桌上 轻轻轻轻地叫小人 出来吧 出来吧 造举酒的小人 他很认真地叫唤着 接着 他仔细地一个一个观察下梯子的小人们 他想方设法 想向这些小人们表示友好 看得出来 小人一家在手绢上一边劳动 一边不时互相点头 互相笑着 但听不见他们发出一丝声音 他们太小了 是的 大概像人类的耳朵 听不见蚂蚁说话和下雪的声音一样吧 惠美子迫不及待地想和他们对话 至少 应该让他们知道 有自己这样一个人在看着他们呀 一天 惠美子想出了个好主意 他想送母亲小人一点礼物 那天 惠美子望着手绢上的小人 翻来覆去地想着 给他们什么东西才好 最后 他终于想出了一样好东西 他打开针线盒 那里放着一些金色的油孔玻璃珠 是他刺绣毛衣时佣胜的 惠美子赶紧取出针盒线 但这时小人的工作已经结束 父亲小人捧着最后的花 爬到了梯子的中间左右 母亲小人的一只脚也搭上了梯子 惠美子停止做项链 急急忙忙把一颗油孔玻璃珠 放进母亲小人的帽子里 小小的帽子中 小小的菊花上 一颗玻璃珠像金色水果一样 啪哒地掉了下去 母亲小人停止了爬梯子 同时似乎在召唤大家 父亲小人回过身走下梯子 留在手绢上的孩子们也挤拢了来 他们好奇地瞧着母亲的帽子里边 暂时间五个人出神地注视着玻璃珠 然后一起仰脸向上 恰像我们仰望天空那样 刹那间惠美子的身体僵住了 他觉得小人们终于第一次看见了自己 从现在起 他要成为小人们的朋友了 五个小人仰面朝天地看了片刻 然后扭过头又按顺序去爬梯子 他们像在说话 惠美子歪起头 其实小人们的眼睛根本看不见惠美子 他太大了 同时距离过远 在小人们弱弱的视力看去 惠美子穿着的红毛皮衣 就像是远处晚霞的天空 一颗小玻璃球对小人来说 是天上送来的大圆宝珠 这礼物似乎是母亲小人极其欢喜 再一次出来时 母亲小人太太把玻璃珠像别胸针那样装饰在胸前 而且他似乎为了感谢这从天而降的礼物 干活比往常更加起劲 当母亲小人要回湖中时 惠美子又送给他一颗油孔玻璃珠 母亲小人觉察到落在帽子里花上的玻璃珠 一下子笑了 他抓起玻璃珠贴近眼前 看个没完没了 知道了湖的秘密 惠美子有了另一种快乐 那就是把造好的酒倒到漂亮的玻璃瓶里 送给熟悉的人们 所有的人都喜欢菊酒 大伙都说 生下来还是第一次喝这样美味的酒 因此得到菊酒的人 一定要回来送谢礼 而且必定这么说 下一回再求您了 或者说 想让朋友也喝喝 请再来一瓶 惠美子突然忙起来了 过不上几天 那十几个等着赠送菊酒的人 都开始轮流来询问了 其中 有人为焦换酒送来漂亮的时钟 也有人给惠美子织毛衣 不 那人已经差不多把毛衣织好 再等着惠美子送酒来 这样 以前一星期造一回菊酒 后来一星期两回 不久 隔一天就得造 最后 惠美子只要一看见菊酒壶 眼前就浮现出这个那个太太的脸 和各式各样的回礼 时间不长 邮递员小小的住处堆满了回赠的礼物 一人一双毛拖鞋 大电器台灯 壁挂 雅致的门帘 亲手做的点心 珍奇的水果 华丽的石器 出色的花瓶等等 梁夫打量着房间里的东西 快活地说 菊酒果然是幸运的酒啊 这时 梁夫有点忘记那酒库老奶奶的话了 其后不久 梁夫的送信地区变了 几乎不去酒库所在的冬节 惠美子也常常忘记 那壶是待人保管的 惠美子爱想 用菊酒做点买卖多好啊 她第一次冒出了这样的念头 一天 意料不到的喜事进了门 那天 惠美子跟往常一样 独自坐在桌前 让小人造菊酒 这时 不知是谁在敲公寓的门 又是哪儿的太太来要酒了吧 惠美子用翠朗的声音 哎的答应后 走过去 门外站着个没见过的男子 那人有礼貌地向惠美子鞠了公 说 我是车站前饭店的主人 她恭恭敬敬把一张名片递给惠美子 突然小声说 听说 您家有珍贵的酒 惠美子一惊 那人又突然做出央求的脸色 请告诉我实话吧 大伙都说那酒十分好喝 您已经把它分给相当多的熟人了吧 还得到了各式各样好礼物了吧 我希望从今以后 您把那菊酒卖给我 卖 那 那 那 不行 即使惠美子有关的念头 可这时也发慌了 她急忙解释说 那酒只有一点点 是从乡下送来的 要说卖 那可 饭店主人打断惠美子的话 怎么样 一瓶五千日元 惠美子咕咚的咽了口唾沫 然后 她心中安安盘算着 说实在的 惠美子现在最想要的是钱 比什么礼物都想要 前几天 报上登了卖房子的广告 是所小小的带院子的房子 可爱的阳台深处 雪白的拉门在闪光 那旁边 是间有向外突出的窗户的西式房间 还有带门廊的大门 哟 这所房子真好啊 她看着叹息嘀咕着 丈夫省眼看了看 说 没有钱 什么也办不了 真的 这所房子的药价带着许多灵呢 现在 想起这件事 惠美子的心动摇了 她闭上眼睛 但饭店主人的声音 像早晨的新闻一样 清楚地流进她耳朵里 那怎么样啊 太太 五千元一瓶 一天就要一瓶 你看 行不行啊 惠美子慌了神 嗯 不 不 那个 那个 饭店主人从兜里 掏出一个雪白的信封 好像已经说定了似的 干脆地说 这是今天的钱 请劳架给拿一瓶吧 惠美子不由地接过信封 接着 她跑进房间 急忙把刚造好的菊酒 倒进玻璃瓶 她的手瑟瑟发抖 洒了不少酒 心底有个声音在嘀咕 这不行 不行 可是 那大院子的新家 在脑子里一浮现 她就毫不犹豫地来到大门口 递过瓶子 低声说 那个 这件事 暂时请兑水也不要说吧 饭店主人回去后 惠美子关上门 上了锁 她坐在房间正当中 心胸扑通扑通地跳 打开那信封看 里边确实有一张五千元的票子 她下意识地向四周看了看 飞速地把钱收在柜子抽屉里 但还是担心 又把钱放在镜子后面 那也不行 又夹在日记本里 知道了这件事 梁夫一定会发怒吧 可这时 惠美子想起了母亲小人 惠美子打算以后 一直给她送玻璃珠做礼物 而且觉得 用举酒换成钱 是会被小人们允许的 如今 惠美子胸中膨胀起一个很大的计划 赶紧离开这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 搬到带院子的舒服的家里去 她心中暗暗盘算起 今后积钱的计划来 从那以后 小人们 每天每天都被惠美子叫出来劳动 惠美子把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造出的酒 偷偷卖给饭店 只有星期日造的酒 才为自己家留下 一天的工作完成 作为奖品 母亲小人便得到一颗油孔玻璃珠 小人太太用细线把玻璃珠穿起来 挂在脖子上 小人脖子上的珠子增加一颗 惠美子的秘密钱就增加一张 这对邮递员的太太 当然是激动而了不起的事 没想到有一天 饭店主人提出 希望惠美子能卖给她更多的菊酒 这样出色的酒 轻易找不到 因为她我家的客人增加了好多 每天两瓶怎么样 不三瓶四瓶 不论多少我都买 呀真的 惠美子的脸变成蔷薇色 但这件事可有点勉强 因为小人一天只能出湖外一回 并且一回只能出刚好一瓶的酒 到现在试了多次都是这样 这一天一瓶已经很勉强了 惠美子遗憾的说 饭店主人却不让步 别说这样的话 能不能想办法再封给我一点 封给别人的份能不能卖给我 至少一天两瓶 惠美子想 啊 如药真能做到 那该有多好啊 嗯 想个什么办法看 惠美子这样回答 以后惠美子一脸想了好几天 怎样才能一次取得两瓶酒 一天 她终于想出了妙计 对呀 她啪的一拍手 赶紧打开柜子 拿出一块新手绢 那是特别大的手绢 摊开来有以前的两倍 使用这个 菊花田会扩大一倍 几欧也应该能取得两倍 这么简单的事 以前怎么会想不到呢 她把大手绢摊在湖旁 叫唤小人 出来吧 出来吧 造举酒的小人 跟往常一样 五个小人从湖中出来了 母亲小人的项链已经相当长 一直垂到肚子上 闪闪发着光 而且她的丈夫也正在做项链 大班下一回该是孩子们的了 玻璃珠多少都有 所以要拼命干活呀 惠美子嘀咕着 比往常宽得多的手绢上 小人们一个劲地中苗 只中到各个角落 对对就是这样 惠美子敲着桌子 尽管手绢大了 小人们的工作情况 却丝毫没有变化 但等到手绢上的工作 全部结束 五个小人消失在湖中后 发生了麻烦的事 惠美子吹去了菊花田 突然 酒从湖里溢了出来 不得了了 惠美子慌里慌张 去找抹布 这功夫 菊酒仍然像泉勇似的 嘟嘟地往外溢 桌子上刚好撒了一壶的酒 拿着湿桌子 惠美子很长时间地想 这是什么原因 一会儿 她醒悟地点点头 酒溢出来那是当然的 因为小人们造出了 平常两倍的酒 惠美子点了好几次头 第二天 一次获得两瓶酒的方法 终于成功了 这样 惠美子开始一天 卖给饭店两瓶菊酒 饭店主人特别高兴 谢谢 今后还请多关照 有多少我都买 这最后一句话 留在惠美子的耳中 怎么也离不开 有多少都是的 哪怕是现在的五倍 十倍 饭店都会买的 惠美子心里直发痒 第二天 湖旁边代替手绢 摊开了包袱瓶 下一次更大的包袱瓶 再下一次用上桌布 桌布没法探在桌上 改成铺在房间里的草垫上 桌布的田地对小人们来说似乎太宽广了 小人们中了一半苗 必定要擦一次汗 摘了一次花也要擦一次汗 从前是快乐的从容的劳动 现在是目不旁视胡乱劳动了 即使那样 干完活 也得花费将近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对小人 也许长得像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吧 当梯子回去的小人们的腿 有点摇晃了 但小人一家劳动得很好 大概是由晕了玻璃珠 惠美子自己也觉得有了快乐 她也比以前忙多了 吹去桌布上菊花田的工作 不能简单地像从前那样 呼得轻轻一吹气就行 等全部吹完 已经喘不上气 筋疲力尽 接着 趁造成的酒还没溢出 把她巧妙地装进瓶子 当她系着大围裙 往瓶里装菊酒时 觉得似乎自己成了酒店的老板娘 自从惠美子把菊酒换成钱以来 好多天过去了 什么事也没有 连良夫都不知道 机灵的惠美子 只有良夫在家的星期日 才用原来那块小手卷去造菊酒 什么事也没发生 惠美子暗中放心了 每逢一天天舞室的结束 她都要摸着胸膛松口气 慢慢地 她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这件事 是小人们跟自己的交易 只要小人得到玻璃珠 能欢喜的劳动 就对谁也不用顾虑 五 小人们跳舞 从那天以来 从那寒冷的11月黄昏 发生的事以来 过去了两年 良夫的送信地区又赶回东街 分别了很久 良夫又回到这条街来了 听到室内电车嗡的声音时 良夫清楚地想起那天黄昏的事情 突然 她对老奶奶有点怀念了 她是相信自己 让自己保管珍贵的菊酒壶的人 而且 自己家里依仗着壶得到许多的快乐 去看她一下吧 良夫想着 如果老奶奶回来了 明天就把户缓回去 良夫给街上的各家送着信 一点点向酒库靠近 在拐角的水果店一带 就可以远远望见那酒库了 她夹在大建筑物中 孤独地站着 浑身都被战火熏得黑黑的 不料 等来到水果店跟前 良夫啊地屏住了气息 酒库不见了 酒库连影子都没有了 酒库的位置上正在盖新的大楼 粗钢筋架上写着某某建设的白色覆盖物 在风中哗啦哗啦哗响 没有酒库 良夫心中断断续续反复着这两个词 然后她用颤抖的手指着那方向 向水果店的售货员打听 那儿有个旧酒库吧 它怎么被拆了 水果店售货员答道 啊那酒库啊 很早以前就给毁掉了 哦 良夫赶到 莫非是老奶奶把酒库卖给别人了 她歪着脑袋 又骑上自行车 穿过信号灯 靠近那正盖的大楼 喂喂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有地员问工地一个戴头盔的人 哦 这大楼是谁的 那个人啊的歪起脖子 然后说 详细情况我不太知道 原先这儿有一个古老的酒库 嗯 我知道啊 库里有天鹅绒的椅子 有件暗暗的客厅吧 客厅 戴头盔的人显得有些吃惊 有地员点点头 嗯 大概两年前 我给那酒库送过信 那是 里面的老奶奶 让我保管一个东西 别胡说八道 戴头盔的人张大嘴叫喊 那里面怎么能住人 我毁仓库是亲眼看见的 里面是空的呀 连一个桶也没有 周围的墙壁破破烂烂 破得够厉害了 听到这话 有地员猛烈的摇头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大声喊着 猛一回头 只见在工地劳动的许多人 都停住工作者的手 往这边看 有地员不好意思了 急忙跨上自行车 他沿着东街 一家一家的跑 心想两年前的那件事 是不是自己在做梦 从那以后 良夫对做举酒 非常热心 为什么 因为每月卖举酒的钱 比他从邮政局 领到的工资 多好几倍 每天晚上 他和惠美子 给小人送谢礼 暂时沉浸在小人们的世界里 真有说不出的快乐 等全体小人都挂上项链时 惠美子提议道 老代那样的卖件帽子 多可怜 给他们一人一顶漂亮的 粘帽怎么样 啊 这是个好主意 顺便也给他们做鞋吧 不是那样的长靴 而是又轻又漂亮的鞋 听到这话 惠美子立即打开针线盒 捡起做帽子和鞋用的布来 由于尺寸太小 只好使用镊子 累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此后 两人想方设法 给小人一家 赠送各种各样的礼物 给母亲小人 长裙子和戴花纹的披肩 给他的丈夫 有条纹的裤子和西装背心 给孩子们一色的蓝上衣 最后 梁夫做了一件 意想不到的东西 那是豆粒般大小的小提琴 这把小小的乐器 是梁夫使用放大剑和镊子 费了一碗上才做出来的 尽管小却做得很好 绷着四根细琴弦 还有小小的小小的弓 两人把小提琴 悄悄地放在梯子下面 心情激动地 等着小人们结束工作 现在 小人们全都穿着漂亮的服装 母亲小人的长裙子 是庄重的天鹅绒 她丈夫的裤子 挺直而有裤线 孩子们的上衣也相当妙 同时 他们穿上了一式的粘鞋 看上去 轻快地像芭蕾舞鞋 不料 由于服装过于华丽 小人们的工作 比以前更费时间了 重苗时 母亲小人自己 长衣采了裙子下巾而跌倒 父亲小人和孩子们 唯恐弄脏得之不易的上衣和裤子 因而十分留心 玻璃珠项链也净碍事 美惠子做的帽子 比以前的卖街帽子小得多 搬运局花特别费时间 做完一次桌布上的工作 五个人都累得摇摇晃晃的 就在这个时候 小提琴被轻轻地放在梯子下面 父亲小人首先发现了他 提琴吊胆地挨进去 接着他较量母亲小人 母亲小人看见小提琴 伸开双手 露出非常吃惊的样子 然后他又把孩子们召集了来 五个小人弯下身 看了小提琴一会儿 当知道那是真的事 他们欢喜地跳了起来 比得到帽子 得到西服的时候还要欢喜 他们拉着手 围着小提琴站成一圈 咕噜咕噜地转开了 哦 他们喜欢音乐呢 是啊 瞧他们那高兴劲 父亲小人先拿起小提琴 夹在下巴下面 他右手拿弓 在细细的弦上 轻轻轻轻轻地来回擦 小提琴似乎在唧唧地响 那是什么曲子呢 声音太小 两人的耳朵听不见 大概是三拍子的原舞曲 因为母亲小人展开裙子转开了 跟着孩子们也跳了起来 真棒 灰妹子喊道 小人们完全忘掉造酒的事 蝴蝶般不停地跳舞 确实 这天 小人一家跟往常完全两样 特别兴致勃勃 甚至过于兴致勃勃了 父亲小人拉着小提琴 猛然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前进 朝着桌布边缘 母亲小人和孩子们 一面跳舞 一面跟在后边 一瞬间 灰妹子的心咯噔一声 但已经晚了 来到桌布边缘 父亲小人飘然跳到草垫上 接着 他消失了 跟着 母亲小人和三个孩子 也都陆续来到桌布外边消失了 这只是一转眼的功夫 梁夫和惠妹子脸色苍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上哪儿去了呢 惠妹子掀开桌布看 又在草垫缝里寻 一个小人也没看见 剩下的 只有空壶和大白桌布 还有小人们忘了的屋顶帽子 像从长梦中醒来一样 两人呆呆地坐着 六 不安的日子 小人们虽然消失了 但卖鸡酒得到的钱 都已积下了好多 那正好能买一所新房子 因此 两个人想早点安个新家 有那么一天 和平常一样 梁夫在东街 从这店到那店的送信 突然 意料不到的一行字 跳进他的眼帘 菊屋酒店 那次写在一块大的 出奇的招牌上 刚做好 还有油漆的气味 梁夫一惊 停住自行车 他觉察到 那儿确实就是原先古老酒库的位置后 不禁惊慌失措起来 酒库后面 建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漂亮酒屋商店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感到浑身发凉 待了好长时间 新的菊屋酒店 镶着玻璃 排着好几个货架 穿工作服的年轻店员 正在摆货物 店前排着一排庆祝开业的花环 一直住心脏的咚咚跳动 梁夫像逃跑似的离开了那里 那一天 他都记不得自己跑了哪些地方 傍晚 他步履沉重的回到公寓 接着 把发生的事讲给惠妹子听 新的菊屋酒店开业了 老奶奶早就回来了 可能就在那店里 不久就会去湖来了 从那以后 两人心中 整日沉甸甸的 还不时感到毛骨悚然 这种感觉日益加重 没几天 两人白天不能工作 晚上也睡不着觉 只要待着不动 就有不知来由的寒冷 从脊背上袭来 风吹门晃 也要按住猛跳的心 树叶影子映到窗上 也会蜷缩起身子来 我说 在这住着 可不太妙啊 尽量快点搬到别处去吧 于是 两人每天都瞧新闻广告 找房子 一天 一封信寄到梁富家 是一则出卖房子的广告 广告上大字写着 郊外绿荫之家 明天起便能住 还登着张照片 红房顶 小而整洁的房子 另外 带着草坪的院子 房间的窗户上 香花边的窗圆在窑洞 而且价格和两人存的钱差不多 两人脸对脸 轻轻点了点头 七 去红房顶的家 这样 两人买下广告上登的房子 悄悄搬了家 他们和公寓的人们 和花店的母亲都没有告别 越快越好 远远地躲开去 梁福和惠梅子 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等搬去那以后 再给他们写信吧 两人来到车站 乘上去郊外的电车 那是清晨第一趟电车 其他乘客一个也没有 在仍然沉睡着的城镇大楼之间 电车咕咚咕咚地跑 一会儿 渡过铁桥 穿过杂树林 横穿过一片荒草的原野 红房田的家在等着我们呢 惠梅子兴高采烈地说 嗯 这下放心了 空荡荡的电车里 两人像小学生去远足那样的开心 马上就过隧道了 梁福从窗户探出脑袋叫道 惠梅子晃荡着两腿点头 隧道可真了不起 整个电车像被突然吸进漆黑的黑暗中 嗡 惠梅子禁不住闭上眼睛 这时 就在这时 两人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感觉 仿佛连同电车和自己 都被一股什么魔力 吸进一个神秘的小小的小小的洞穴里 哇 惠梅子不由得发出一声尖叫 等他睁开眼时 电车已穿过隧道 在白色的沉雾中 咕咚咕咚接着跑 我头晕 惠梅子把手贴在额上 嗯 我也是 我觉得身子像在缩小 梁福捂住胸 但是 从电车窗口吹进的风 非常凉爽 两人一会儿就把这事忘了 他俩在郊外的小车站下了车 在寂静的站台上 梁福坐深呼吸 空气不一样啊 嗯 风也不一样 天空颜色也不一样 惠梅子迷迷登登望着远方 走一会儿就到了他俩的新家 跟广告上的照片一样 有院子 红房顶 邻居还有一所相似的房子 周围是宽广的原野 第二天 屋内的整理全结束后 两人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交谈 多静的地方 太好了 啊 这地方有点寂寞 可是比在公寓想起老奶奶的事 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总要轻松的多 随着搬迁 梁福也想换换工作 再也不想干游地员了 从明天起 就在这块土地上干利气活 种点汉田过日子 空的菊酒壶 在搬家时扔掉了 不管怎么样 总算是跟菊屋断了关系了 梁福愉快地笑了 他想找一点熟悉这儿的土地 明天再向林仁问个明白吧 从明天起开始新生活了 惠妹子轻快地说 就在这时 从什么地方传来了音乐声 是小提琴 在静静的秋夜里传来了小提琴的乐声 一下就把他俩迷住了 那是什么曲子呢 小夜曲 小布舞曲 还是 那美妙的乐曲越来越近地飘过来 梁福沉醉地闭上眼睛 这时候和小提琴的声音一起 哗地传来孩子们热闹的笑声 这似乎是邻居 是邻居院子里传来的声音 惠妹子快活了 小提琴曲子 换成了原舞曲 三排子 惠妹子站起身 喝着小提琴哼哼唱着 来到院内 踮起脚尖 越过篱笆 偷偷窥望邻居的院子 哟 那真是幸福的一家 围着拉提琴的爸爸 妈妈和三个孩子在跳舞 像一群蝴蝶似的 妈妈的长发随风摆动 黑色天鹅绒的裙子 绣花的披肩 十分鲜艳 爸爸穿着带条纹的裤子 孩子们穿着蓝色上衣 而且 他们都穿着一式的 轻快的粘鞋 咦 惠妹子想 这些人似乎在哪见过 这时 邻居太太的胸上 有东西一闪光 珠子项链 仔细看去 爸爸和孩子们 都戴着同样的项链 一瞬间 惠妹子头一晕 一屁股坐在地上 瑟瑟发抖 心中反复说 是那些小人 是那些小人呀 形容不出的恐惧 渗进惠妹子的全身 过了多长时间呢 在阳台上打瞌睡的梁夫 猛地睁开眼睛 一看 惠妹子瘫坐在篱笆那 她慌忙跑过去 你怎么了 惠妹子指着篱笆那边 断断续续地说 No 邻居 就是那些人呢 哪些人 对 小人的一家 带着我们给的项链 穿着我们给的西服 正在拉小提琴呢 梁夫大吃一惊 向篱笆那边望去 惠妹子在她耳边 用低声清楚地说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们 在不知不觉之间 变成跟他们一样大小了 都变成小人了 No 这儿说不定 说到这里 惠妹子沉默了 说不定是小人的世界 而且我们用卖鸡酒的钱 买了小人的房子 梁夫沉默了一会儿 深厌实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 一切都明白了 那酒库老奶奶的话 不是随便说说的 他们最害怕的坏事 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这时 小提琴的声音戛然而止 您好邻居 黎巴那边 邻居的女主人 在向他们打招呼 惠妹子不由地答道 您好 接着 她对梁夫嘀咕道 我们跟那些人通话了 以前 怎么也听不见 他们声音的小人们 现在能和他们说话了 不过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No 钢过黎巴到这边来玩吧 怎么样 一块喝点茶好吗 邻居的太太发出了邀请 黎巴上有个破洞 从那里钻过去 可以直到邻居家 两人钻过了礼巴 邻居也是红房顶的家 房间前面有小小的阳台 都有名字 但两人心神恍惚 什么也没记住 他们现在终于知道 三个孩子中 最小的是个女孩 女孩像棍子一样直立着 笑嘻嘻的 可是 两人连她的头 也忘了摸一摸 梁夫和惠妹子 心里只想了一件事 请问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梁夫战战兢兢地问 邻居的男主人 用布擦着小提琴 快乐地答道 这是我们的故乡 故乡 这么说 这么说 嗯 有一段时间我们外出了 最近又回来了 现在 我们在这儿过得很快活 每天又唱歌又跳舞 听到这话 梁夫和惠妹子 偷偷去看天空 小人国的天空是深蓝色的 飞着零碎的白云 可是 这是真正的天空吗 如果 现在有人从上面 服饰这块土地的话 梁夫悚然了 他下决心要想个办法 恢复成原来的大小 回到人类世界里去 那个 我们是坐电车到这里来的 这儿有电车在跑吧 坐上它 我们还能回到原先的城镇去吗 电车 邻居的太太愣了一下 然后歪着头笑道 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什么电车呀 希望的线 扑斥的断了 梁夫和惠妹子 脸色苍白 相对无言 后来 两人在阳台的桌子前 被招待喝茶 那是有奇异香味的小人的茶 只喝下一口 两人的心中 恐惧 担心 悲哀 都像雾一样消散了 再喝一口 胸中有点像 啪的亮了灯那种感觉 接着 再喝下去 那灯变大 两人的心 完全明亮了 甚至还有点 兴高采烈起来 胸中像有一个鼓 演奏出美丽节奏的音乐 那音乐 越来越大 和远方空中那边 响着的风声 混成了一体 这风的响声 梁夫是记得的 他按着节奏 轻轻用自己知道的语言 想唱和 出来吧 出来吧 造举酒的小人 他突然唱起来了 惠美子也唱着支歌 邻居男主人 拉起了小提琴 邻居太太和孩子们 也唱到 出来吧 出来吧 造举酒的小人 唱着唱着 梁夫和惠美子 把以前的事忘光了 做过游地员的事 曾经是花店姑娘的事 卖举酒的事 两人觉得 他们自打生下来 就是生活在这里的 此后的日月 梁夫和惠美子 在这块奇异的土地上 悠闲快乐地度过了 什么事也没发生 可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惠美子心里想要一双 像邻居那样的舞鞋 邻居太太送来了 这出色的礼物 两双鞋 用原野上结实的草 编得紧紧的 鞋尖还带着金色的玻璃珠 呀 做得这么好 真多谢了 惠美子抱住鞋 倒了几次鞋 哦 相当漂亮啊 梁夫也对鞋很重意 多轻啊 好像疯穿的鞋 惠美子的声音 像少女一般 穿上鞋 梁夫和惠美子的心里 突然冒出一个强烈的愿望 想到远处去呀 寄完鞋带 惠美子喊道 哈 原野的那一边有什么呢 啊 我也很想知道 原野的那一边 总是照着浓浓的雾 什么也看不见 而且 两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那里有什么 正像我们在生活中 几乎不考虑 远远的天际 究竟有什么一样 但是 这一天穿上草色的鞋 两人的耳朵 仿佛听见了 原野那一边 有奇异的声音 在召唤他们 那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呼声 我想到雾那边去 啊 我也想去 这样 梁夫和惠美子悄然走了 两人的步伐很轻快 梁夫吹起口哨 惠美子一步三跳 穿着草鞋的他俩 兴致勃勃勃的 好像是喝了适量的酒以后那样 但是这原野意想不到的难走 杂草高大而茂盛 有些地方长得比人体还高 脚下 全是长时间没有跟过的闲荒地 不时 在远方天空 风唱着那听熟了的歌 风在唱完后 必定要有悲伤般的叹息 嗡 像是船上的汽笛 留下长而寂寞的尾音 尽管如此 不知为什么 原野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 相反 使人觉得越走越远 走着走着 两人迷失了方向 等他们觉察到时 已经完全走进雾中来了 有点冷 也许已是黄昏 贵美子忽然想 莫非 两人只是在原野上 咕噜咕噜转圈吗 嗓子渴了 梁夫突然嘟呐 嗯 哪有何才好呢 这时 惠美子觉察到 自己的鞋湿漉漉的 仔细看去 原野的草中间 有水在流 一条细细的小溪 呀 这有溪水 惠美子发出尖细的叫声 从哪流出来的呢 可是由于雾 前面几乎看不见 梁夫和惠美子决定 先沿着隐约的水流声 走到前面去再说 走了多少路呢 两人终于找到一眼泉 那是小小的蓝色的泉 涌出清澈冰凉的水 茂盛的草中 这眼蓝色的成心状的泉 犹如被遗忘了的遥远的回忆 静静地睡着 两人蹲下身 喝了凉凉的泉水 顿时 云霄雾散 忘记了的各种事都想起来了 两人的心中 陷入极大的惊恐和悲哀 两人把以前的事 清楚地一点不剩地想了起来 搬到这块土地以前所有的事 这时 风又唱了 出来吧 出来吧 造举酒的小人 这支歌的意义 现在两人终于明白了 逃啊 梁夫猛地站起身 从这块土地上跳出去 跳到泉那边去 两人牵着手跑 跑啊 跑啊 不停地跑 朝着泉水那边的雾中跳了过去 您来了 谁在耳边说 嘀嘀地 沙哑的声音 两人一惊 睁开眼 是没见过的耀眼的商店 荧光灯闪耀着 大货架上 整齐地摆着酒瓶和罐头 就在身边 穿着碎白道花纹布衣服的 满脸皱纹的老奶奶 庄严而端正地坐在椅子上 您来了 这是菊屋新开的商店 老奶奶膝上 摊着一块白手绢 香花边的 有蓝色心形刺绣的那手绢 梁夫和惠美子 偷偷地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以前就在这里啊 在那么小小的地方 转来转去啊 老奶奶朝手绢呼得一吹一口气 迅速把它叠好 揣进怀里 然后微微一笑 问道 你们要什么呢 白酒吗 啤酒吗 他似乎根本不记得游地员的事了 不 好像从来就不认识他们 那个 那个 梁夫想打听小人的事 但终于没有说 因为老奶奶的脸过于庄严和平静 梁夫和惠美子悄悄出了商店 推开银亮的居屋玻璃门来到外边 深深吸了口冬街的空气 信号灯由黄色变成红色 在两人面前 室内电车嗡嗡嗡嗡的跑着 黄色变成红色